白米炸弹客杨汝门为了要抗议政府拆除苗栗大浦民宅 与共同创办农学市集的友人李建成 今年7月晚间前往总统府波七抗议 随即遭到了现场的宪兵和警方依防害公务等罪嫌疑送法办 但是北俭认为波七只是表达不满诉求 所以判处不起诉处分